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六出跳的 这些脚发一样的 纳下纳下纳下都是不过不失 四条龙船 其实在其他节目都讲过 我不喜欢这只马之牛肉吹了口 基本上吹了口之后都没有哪一场跑得好 就算跑得好又有难 今次抽的十档亦都难搞 现在马之牛肉吹了口 好 接着看一个试集 中间就蓝眼罩的毛巾跑到第四场 在它开边就是灰马的灯淡精英 12月29日这一组集都挺多马士 十几只马在这里 中间那只毛巾二百米断柱都未到 已经开边 力骑都不多 还有这只马在神操单跳 觉得这只毛巾还有一些肥 相反那只灰马的灯淡精英很小 即是骑顺了 到最后中间飙上来 结果就赢了 是的 有一只很健身 但到现在才可以 大家看到试集 它真的冲上来 它是一只好状态的马 这副也看到马很活跃 神态的身体也很扎实 说状态的犯是没有什么招贴的 这些亦都是今早出跳 白路乘势 看到周俊乐都给他两步走 滑步也滑得挺阔 但我觉得这只马都是 动身动势比较多些 暂时跟那只一都是一样 长长都不行 接着看直就是明德之星 其实今季很早 已经很相当喜欢这只马 因为以往它是乱龙的那些僵口 究竟一操控得好 已经到现在赢了三场 它还是保持得相当好的 水准 翠儿这些马 整天都有时见它跳草地 好像都挺吸引 跑路完全不行的 这些马 它不是没有上名的 整天都试试不同的跑法 前跟后追 都是失望的 我经常说明德之星是上季的坚尼地 现在看今季的坚尼地 它真的没有上季那么锐 因为它七岁 它上季比今季锐一点 但是当然了 它僵口现在就乖巧了 五班特别多一点 问题一点的马 这一只东方雷也是 它在尾三 试习包尾是活力得胜 前面灰马就是喜喜绵绵 喜喜绵绵这一组集 也都加了个面孤给它 当时也是梁家俊去到试 先说回那只东方雷 它就是动作有时转位 是一只较为轮盡一点的马 因为它喜欢岳头 它的颈部有些伸长一点的 所以它是难操控的 这个东方雷 灰马那只喜喜绵绵 其实试得不稀 虽然它转弯有些轮盡 但是最后它都追上来 再看东方雷 近镜一只拍了一只飙飙 都很想帮它赢 这马都什么功夫都做下去了 状态就保持得很好的 再来就是梁鹏共胜 是一只很银的马 看重公布它就不是很低 1041磅 但看上去没有什么好感 长期见到这个观感 都是有些徘徊 刚才试习康仔都说 那只马走势是不错的 当然它是一只较为飘厚一点的马 但是你看到它试习它粗 身各方面都要收得很漂亮 但又是一只飙而不是很棒的马 再来就是路路富贵 这些都是脚法都比较肉酸一点的马 出脚有点高 也树起尾的配备又多 所以演出都是一般的 这场我觉得好像坚尼地对坚尼地 我经常在季初已经说明德之星 我当他们上季坚尼地 两只都是由最初来香港的时候 看到那些僵口是乱了 一收敛了之后坚尼地上季三边 明德之星今季都不负所托三边 现在两个都对在一起 始终明德之星是年轻的 他上一次输过档位吃底一点 都回来跑得比第四 这次的档位好 诺夫拳马保持得不错的 其他一群就飞严厉的马 睡眠攻略 灯胆精英 这些都是好状态 睡眠攻略的档位吃底 担心他吃不起 变成了东方雷配到莫雷拉 就好像是三夹 四平八稳一点 是 我都喜欢那只明德之星 因为你看他今年首先准成 准成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特别低班 另一点就是他上一次 揹个重磅 告诉大家他是没有走样的 继续揹着130磅 上次他都肯追 今次继续揹重磅 上次你不要忘记对的对手 是加州名进 和精彩飞动 还有最开心 这一组你找一下 还有没有这些马 排到那七档 你只要游得漂亮二踏 他绝对有机会再赢 这是明德之星 其次就是东方雷 看到这些马转变 以前就一定要放头 现在懂得跟一下马 追一下马 都可以的 就是证明那些马 学到一点点 所以这一对虽然会热一点 但是我想 七和十都是值得先选的 第三场都看过了